但我們今天因為有艾菲爾老師在現場 所以我覺得也可以幫大家測試一下 未來一個月的工作運勢 那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也可以跟我們一起玩 是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 第一道塔羅牌題目是 未來一個月我可否在 這個職場當中大紅大紙 因為我們今天的來賓 他是要來推薦他的寫真集 其實也就是希望說他的作品 能不能夠受到觀眾朋友的喜歡 那我們的主持人以及 我本人其實就要看 能不能夠受到大家的喜歡 而獲得大紅大紙的機會 所以我們今天的五張塔羅牌 也請觀眾朋友一起做選擇 我們仔細看一下 如果今天你就是 拿著照相機幫女朋友或男朋友 拍照的攝影師 你會選擇下列的哪一個情境拍照 我們是攝影師的意思 我們是攝影師 對 我們選擇的第一個情境 是一個居家女人的風格 就是女生可能躺在床上 然後有一個小貓在旁邊 這邊可能是一個日落 或者是一個朝陽的窗戶 你會選擇這一個風景來拍照嗎 我們叫做居家女人 那麼第二個風格就好像是海邊拍照的 你會帶你的女朋友或男朋友去海邊 幫她拍一個情人視角的照片嗎 這是第二張塔羅牌 第三張塔羅牌就是說你 叫你的女朋友在這個窗台上面 你從窗戶下面幫她拍照 三號牌叫做窗台女人 那麼四號牌就是選擇一個 夜晚的一個花園 讓女朋友或女伴在這個花園裡面 然後旁邊有一隻黑貓來陪伴 來幫她拍照 或者是在女朋友睡覺的時候 幫她拍一個性感的睡覺的照片 對 所以你就想想看 你今天是攝影師 然後幫你的女伴或男伴來拍照 你會選擇下列哪種風格 我們來測一下未來一個月 能不能夠在職場當中大紅大直 我們來請大家選擇囉 老師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窗台是幾層樓高 要看這個危險性啊 對不對 我跟你講 可能都是 這是一樓 這是二樓 問一些無關緊要的 這個比較是測直覺的 直覺 你看到哪一個你習慣 對 來 我們請我們的 先請來賓 先選擇 其君座選擇 我選A A 御家女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覺得就是在家裡面 我才可以看到她最舒服跟自在的樣子 睡覺也可以啊 睡覺 睡覺就是已經是關機了 就是閉眼睛的那個照片 可是御家她可能在泡咖啡 她可能就是在家裡面是 很舒服 對 來 我們姚姚 姚姚 我也選A 因為以直覺來看的話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不管是不是可能幫情人拍照 我只是覺得 在所有畫面裡面我覺得 A的色調跟整個感覺 我覺得最舒服感覺很放鬆的 所以我會選A 好 那我們主持人 我先選A 我一看到我就想選A 睡覺女人 是這個嗎 就是A 不是 這個這個 不會啊 我覺得睡覺的時候最可愛 最可愛 就是很想要去 所以你當中還有16個小時 所以她只有睡覺最可愛是不是 那醒著的時候呢 醒著的時候可能比較可怕 你醒著可能就是 你朋友到底是誰 對啊 睡覺好了 睡覺是不是 蠻特別的 蠻特別的 來 郭靖 我也會選B B 對 望海女人 是 這望太久 別望夫婿 不是因為 就實話了嗎 因為我其實很喜歡海邊那種藍藍的 而且拍照起來其實顏色也很鮮豔 是 所以大家都選好了 選好了 那我們觀眾朋友也都選好了 我們看一下未來一個月的這個 職場當中可不可以大紅大致 我們先看一下 就是現場沒有人選的 可能是觀眾朋友選的 我們先看一下三號牌 好不好 這張牌叫做 創談的女人未來一個月 可不可以獲得大紅大致的機會 我們來看好運指數是 廣受好評 這不錯 一名得利 該不會是100分吧 100 天啊 沒有人選 其實一開始就要等她了 我跟你講這個好運 觀眾朋友拿走了 為什麼大家可以仔細看 所有的畫面裡面 指這一張牌的人是最多的 對 對 而且在符號學來講 窗戶它代表一個溝通的機會 代表是說你可以從戲劇 音樂 或者是網路 或各種管道跟你的 關心你的人或喜歡你的人溝通 對 所以我們這幾個 要在電視上露臉 既然都沒有人選這一張牌 完蛋了 我們就不喜歡跟人家溝通 以降折羅機 我糟糕了 好厲害 別說你是最暗的 最暗的那一個人 所以選到這張牌的朋友 職場當中非常好 是廣受好評 而且移民得利 你做任何事情都會非常順利 大家都支持你 很喜歡你 再來我們看一下選的 我們看一下郭靖的好不好 這麼快就看我的 對 先看一下 如果說大家也選到 這個海邊的畫風 這個風格的拍照的話 到底是好運還是不好運 來看一下是 未來一個月是出外得利 出去外面是不是 出外得利 可以做外景 來看一下 紅到海外 太好了 還不會是80分 80分 太到了 已經紅到海外了 真的 紅到全世界了 那我現在就出去囉 拜拜 我現在就出去 選到這張牌的朋友 他代表說未來一個月 其實你會有海外的邀約 或海外的機會有沒有 真的滿準的 你知道這個邏輯 我覺得不料 這個月真的滿多的 算了啦 不會有人墊底了 所以今天這個出牌 真的是很出乎意料 好牌都先出來了 所以我們也祝福選到B的朋友 就是一定要到外面試試看 到外景或者是中南部 或是外國試試看 加油 再來我們看一下選擇的是 我們看一下D好不好 摸貓的女人現場 沒有人選 可能是觀眾朋友選的 選擇摸貓的話 未來一個月 能不能夠有大紅大紫的機會 我們來看一下 是有點害羞 而且是缺少貴人 所以好運指數只有40分 所以整體來講 這張牌 她的女生的態度是一個靜態的 其實我們在職場當中 如果你要大紅大紫 絕對不能是一個靜態的一個 這個 你就是太安靜了 不能夠是一個靜態的一個心理 自覺墳墓 對 所以選擇這張牌的朋友 要小心啦 可能是個性比較害羞 缺少貴人幫助你 你只有一個孤獨的貓來陪伴你 所以代表說要拓展 你的人際關係跟人緣 再來我們看一下 兩張牌對決了 一個是靜倫選的這個E 睡覺女人 還有我們的兩位來賓 選的A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A的部分 好不好 這我覺得最好是加州 好 來看一下 有了 應該有了 好運的指數是什麼 魅力網紅 不錯 是宅男女生 好運數60分 男生如果取到這張牌 其實代表說你的粉絲群 是一個網路上面很多的支持者 所以你要多多在網路上留言 或把你的照片放在網路上面 好不好 加油 好運指數60分 再來我們看一下 要選到這張牌的靜倫 觀眾朋友如果要選到這張的話 是一個個性更多 而且是一個什麼 積極一點的 積極一點 所以好運指數只有20分 天啊 所以你選到這張牌 其實我覺得 你今天來上通告 是不是擺拜不願意 你不願意 但我今天的確睡過頭 然後很匆忙的過來這樣子 好 所以選到這張牌的朋友 要加油啦 結果不要太懶惰 要急急一點 給大家做參考 希望下個月快點過 未來一個月 一個月過就沒事了